我最近被一首歌给洗脑了 红三三呀白杆杆吃完一起烫板板 那这是不是红三散呀 有没有懂蘑菇的朋友帮我看看 这个吃完之后能不能烫板板呢 顺便买了一只小巷 还有前几天买的密封窝 这个密封窝的尺寸也就适合粉条了 所以今天给粉条打扫一下房间吧 不知道你们那边的天气怎么样 北方的夏天已过现在早晚都很凉 所以今天给粉条放一些纸棉进去 先来筛沙子戴好口罩哦 这个超治愈的过程有一大半竟然没有录到 笼子悄悄的水洗过了 依旧是栅栏分区 里面倒上刚才筛好的沙子 密封的窝窝给粉条简直是太合适了 拿出我们的两朵红三散装饰一下 纸棉我选的是保暖效果不怎么好的MOS 现在这个季节用MOS刚刚好 接下来是和窝窝配套的小百剑 虽然我知道小鹿第二天可能会不复存在 但是还是想搞一条出来 继续是长三散 这是我最爱的小百剑了 这款蘑菇会增添很多田园的气息 粉条现在已经学会玩跑轮了 水壶放好 接下来是小羊和小鸭子的白剑 还有粉条的小饭盆 请小粉条回来看看新家吧 给大家看看通心粉有多么的好揉 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揉粉条的脑壳了 记得关注我妈妈哦 对不起 你在干吗 dra和天